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祖龙写真馆 今天要各位介绍日本时代 一般台湾民众每天在路上 在商店中都可以看到的日常生活美学 商业海报 日本时代培育出许多的帝国美术院展览会的艺术家 像是黄土水 陈陈坡 陈直奇 陈静等等 总计有八位 毋庸置疑 这当然是学校教育的功劳 但是在社会上每天都能够见到的商业设计美学 也是深深的影响了那一代人的审美观 现在我们看到李火箴所拍摄的北投蓬莱格别馆 美丽的一旦后面的墙壁上就张贴着商业海报 其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这些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招牌海报 是培养美学素养的最佳养分 在江户时代就出现了广告宣传用的 引渠 有就是引渣 在明治维新之后 西方的石板印刷与海报设计理念传入日本 在吸取新闻名与技术的同时 传统的服饰会风格还是被保留下来 在1895年之后 这些海报大多数都被原封不动的引进台湾 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商店料理店里面四处藏天 在炎炎下热台湾 啤酒是很受欢迎的饮料 但是一开始 比鲁它的怪味道还是让台湾人难以入口 直到1900年代的后期开始 比鲁才成为广受欢迎的清凉饮料 可见文明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在台湾没有人在讲啤酒的啦 不是讲比鲁就是讲来自于日文汉字的卖酒 也就是美亚酒 1906年大日本卖酒成为市场寡占会社 市占率一度来到七成 所以大批大日本卖酒旗下品牌的海报 也直接出现在台湾的居酒屋当中 Asahi Bill在台湾的威力 从李火珍所拍摄的影像中就可以感受得到 另外在台北新世界电影院旁边的高沙食堂的墙上 还有Asahi Bill的霓虹灯广告 鲜明的旭日东森标志 一直都是Asahi Bill的强烈视觉辨识 加上代表当时摩登女孩Moga的海报 酒不醉人人至醉 李火珍所拍摄的新电锡船行屋的游和影像中 出现了Avis Bill的福神商标的踪影 Avis Bill在1890年正式上市 在台湾被当成是比较高级的Bill品牌 在广告中也舍弃了服饰会的表现 用摩登新潮的名媛千金的方向来呈现 李火珍在原山所拍摄 慰问商兵的园游会当中 在右方出现Sapporo Bill的广告布条 以红星作为标志的Sapporo Bill 十分容易辨识 在海报当中最吸睛的不是美女 而是在冰凉玻璃杯上面的那一颗红星标志 提到Bill 李火珍的影像中 当然没有漏掉在台湾广受欢迎的Kirin Bill 由大画家多田北屋所设计的 这几款Kirin Bill的海报 都曾经出现在台湾的料理店的墙壁上 啤酒的种类太多了 真的谈不完 所以我们就很欢迎厂商啦 客户啦来谈业配哈 我们最后来谈一下 正港台湾的Takasago Bill 实业家后宫信太郎 在1919年邀集了台湾的士绅 成立了高砂麦酒诸事会社 其中也包括了李春生的长子李景盛在内 远近雌名的酒楼江山楼 就高挂着高砂麦酒的霓虹灯看板 同时Takasago Bill在台湾各大都市都设有啤酒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嘉义圆环的啤酒屋 话说这间啤酒屋也未免气质太好了吧 交通运输的海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旅游梦想 日本最大的两家商船会社 日本油船以及大阪商船都卯尽了全力 争其斗艳加强宣传 船运公司的海报几乎都是一年一张精心设计 里面会写上定期的船运路线 而美人会是最基本的形式 目的是用来吸睛引人注意 精致的设计与运刷 每一年都能够带给人们新的惊喜 由于日本商船与大阪商船的航线都遍及全世界 因此对海外地区使用的海报 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 这些设计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经典之作 日本时代日本油船与大阪商船 都接受台湾总督府的委托与补助 经营联络台湾与日本本土之间的命令航路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官方指定航路 影像中就是大阪商船专门往返台湾与本土之间的 蓬莱湾、福桑湾以及瑞瑞湾的海报 虽然台湾与日本本土的海报是通用的 但是在政令宣导上的确有一些 需要考量台湾当地的特殊环境 像以下总督府的宣传海报就是一个例子 不要走在铁道桥梁的铁轨上 人要走道路火车才是走铁轨 不要随便放养牛姿 凭交道前要停看厅 这些都是1935年以日文书写的交通安全的宣导海报 可见那个时候台湾本岛人的日文能力已经普及到一定的程度 酒类可能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接触的饮品 可以请客、可以卸神、还可以料理 1922年高浓度酒类被列入总督府专卖局专卖之后 原本在台湾的制酒工厂遭到收购或者是被工卖局委托制造 由于专卖之后没有商业竞争对手 因此台湾本岛特有的酒类没有需要去做特别的宣传 至于从日本本土移入的日本酒品牌宣传海报 就直接加上台湾地区的经销商的名称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日本时代清酒类别在台湾被分成四个等级 其中白鹤、月桂、冠、橘正中、鹰正中都被列为第一级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著名的酒楼宝美楼 在店名的右边就高挂着清酒白鹤的大型霓虹灯看板 1855年开始使用白鹤作为商标的白鹤清酒 在台湾由近藤商会所经销 除了让人艳客有面子之外 同时也被当成是高级正理用的用途 是销售的常胜君 而创与于1659年神户市的局政中 经销据点遍布了全台湾 1922年列酒改为专卖的时候 专卖局还特别拜托局政中清酒 在台湾的分公司本加纳商店出张所 直接从产地购入在台湾进行贩售 提到清酒 我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面 第一个浮现的就是月桂冠三个字 我们从李火针所拍摄 在新店西风雅饮酒的影像当中 就可以发现月桂冠的踪影 为了庆祝日俄战争的胜利 而推出的这个品牌在台湾也十分受到欢迎 除了一般的传统服饰会风格的美人会之外 在1933年也出现了由商业设计大师 多田北屋纸笔的这一张风格截然不同的海报 葡萄酒在15世纪就穿入日本 但是民众一直无法接受那种瑟瑟的感觉 直到1881年 风印相串葡萄酒 在葡萄酒中加入了汉药草跟蜂蜜 同时用滋补营养作为号召才打开了市场 在台湾老一辈的人提到了葡萄酒 就会立刻想到阿卡达玛赐域 1922年这一张半裸的海报推出的时候 可是震惊了全日本跟台湾哦 1935年台湾博览会期间 新竹出生了满洲国首任外交总长谢介石 注意哦 是谢介石不是那个蒋介石哦 他代表满洲皇帝回到台湾主持满洲馆的开幕剪彩 在台湾引起了来去满洲的旋风 我在这一本书里面有详细的图文介绍 总之台湾人到满洲发展 观光成为风潮 满洲海报也大量出现在台湾 今天节目最后要介绍 出自于满洲铁道海报设计大师 伊藤顺山之手的精彩作品 具有强烈装饰艺术风格的头戴浴室之女 充满了满洲当地民俗意象的面具舞 以及以与美人潮为背景 满蒙风情强烈的怀抱羔羊之女 还有不同种族汇集而成的人生鼎沸的长春 注意在这张海报上面的时钟 黑色指针是长春时间11点10分 而红色指针则是11点35分的哈尔滨时间 今天我们有图有真相的左容写真馆 为各位介绍了纸上摩登日本书中 包含了日本本土台湾满洲 华泰与朝鲜的海报 我在写完这本书之后 我的感想只有一句 有文化真好 欢迎大家踊跃到聚增台湾的平台来购买 如果您也喜欢每隔周三晚上八点 定期更新的左容写真馆 日本时代历史 我们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ではまたね